大家好 我是阿May 這個瘦腰神器可以按摩腰椎和瘦腰神器 出了新版本 特意跟大家分享 有朋友收到為何會多了兩塊東西 你放心 升級得一定是有好東西 我們現在開啟這部機 讓大家比較一下 其實這兩個分別 現在升級了4片 最大的分別就是這個器杖 本來整個有4個器杖 現在變成6個器杖 1 2 3 4 5 6 6個 多了出來有甚麼分別 橫看就看得很清楚 如果我們幻想到腰在這個位置 這個器杖 舊的器杖就會迫著盤骨 迫著腰 但這個器杖是更加落的 如果我們放上腰 它的壓力就會壓得更加落 分別吧 還有氣囊的角度會壓得更加緊 它會壓到我們肚子 我待會可以再把腰放進去示範一下 首先要在它左右平排的情況下看 第二件事要提醒大家 就是有朋友問 為何它的充氣速度那麼慢 其實不是慢 是因為之前我們的影片是有快的 所以很快很快 好像頂來頂去很快 但其實它的速度是一般按摩 需要有時間去到衝脹後 壓著你的腰椎 待會再放 這樣才會舒服 現在你看到它這個底部 脹起了 脹起了 就是頂起我們腰的位置 現在我兩個模式都一樣做法 就是在這裏頂起了 你看到最大的分別是 藍色是新版本 粉紅色是舊版本 分別是這個器杖 主要是這個器杖 這個其實它的力度是舊的 但它的角度不夠強 它的角度會更加落 你看到現在這個狀態 用到這個拱起一點 這個比較低一點 如果我們放一條腰 它就會變成將我們人扭旋 就是這樣頂起我們左邊 然後就扭旋了 這個按摩是不停幫助我們腰按摩 以及增加血液循環 好 我現在馬上就去試一試 這個新版本 究竟躺起的時候 感覺上有甚麼不同 究竟升級了有甚麼不同 其實它所有東西都沒有那麼不同 我已經測試過了 其實它的器杖模式都很一樣 而它這裏側邊的四塊器杖 在盆骨的時候 它再壓盆骨的位置 就會再壓實一點 我覺得它會再抓得實一點 盆骨去壓 四個器杖一起漲大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角度有點不同 它漲了頂著前面這塊 這塊就好像一個剪刀一樣 夾下來 夾到盆骨那裏 所以這個新的模式 我覺得對於盆骨模式很舒服 它不僅打橫夾 還會有一點點向下 爪向 這樣 是否叫勾 會牽著盆骨去做 它當做這個 如果我們坐在前面 放大腿這個位置的時候 這四塊器杖更加明顯 你看看 它會因為大腿比較細 小一點窄一點 它會靠第一塊開始 去到前面大腿用 不僅兩邊側邊按著穴位 它就像C字形一樣壓著 連這塊位也有力 當然是更加有感 所以這個新和舊的分別 大致上沒有分別 但在某些細緻上 它是有少許改良了 還有一樣想提及的就是它的功能 其實是漢圖色字的 不過也要看一看 這個是把腰放進去的模式 它會有瘦腰模式 就是高中 就是弱中強 中文字都看得明白 這個就是把盆骨 剛剛放在機器中間 是盆骨的模式 現在我在做這個盆骨模式 盆骨模式會令到 旁邊的器杖動得大一點 脹得大一點 盆骨 壓旁邊的盆骨 有兩個模式 這個標準 這個加強版 千萬留意 加強版我覺得比較大力 標準版是承受到才能加強 但屁股模式不是強弱分別 這個就是舒緩 第一個就是用舒緩屁股模式 後面的就是燒脂模式 所以留意這兩個都日文看不明白 還有熱 熱就是只要一按就會發熱 其實我非常推薦 做這個按摩時 加發熱 時半功倍很多 接下來我們還有很多新的東西 要介紹 記得追蹤我們 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按個小鈴鐺